孝公要实施新政 先把自己的心腹找个理由 一一降级 内使警监降为左树长府长使 魏魏车英降为左树长府魏魏 岳阳令子岸降为前将军 再将甘龙一戏由实权职位升迁到须职 中大府杜志 由管理府库财政为管理祖庙烧香 长使公孙谷着生太子幼父 给太子上课去吧 营前着生太子首富 上大府甘龙着生太师 孝公扑派人士为变法做准备 把变法模糊称为新政 为变法减少阻力 魏央也经过一冬天的暗自准备 胸有成竹 老甘龙已经看出 此乃借新政之名行变法之实 也就是说 山风海雨就要来了 老师的意思是说 他们真要在秦国大折腾 小不了啊 杜志不想失去实权 甘龙教导他多看 多想 愁准地再行动 开春大朝会 众人都看到新天制的一个大案子 难免猜测 这是给谁做的 孝公正式宣布 强秦变法 且克轻未央 执掌变法 仅有克星魏央 提出变法强秦方略 此乃国家大计 须得上下同心 魏央潇洒地坐在新大案子上 帅气开讲 一 奖励农耕以赴国 二 积上军功以强兵 三 统一治权以理政 四 一封一俗以政民 老氏族都吵吵 好好的秦国 没人想变 魏央就开始分析 墓公组织的弊端 一 以王道治国 是全凭墓公一己之力 视为人治 人去而崩 才有的墓公之后 四代乱政 二 氏族有罪不罚 庶民有功不赏 所以说 都没有生产积极性啊 三 居民无利 涉乱无威 如果全国统一法制 有罪重罚 谁也逃不掉 有功击赏 谁也拉不下 个个不敢犯事 人人都想立功 这样的国家 你想想多厉害 秦国肯定大出于天下 赢钱顺势大家认同 当年顺帝次我祖先造有大旗时 就曾经预言 赢士一族必将大出于天下 秦国强大 必将应在先生之手 老干龙等守旧势力强烈反对 要说按组制 咱搞个新政策可以 你要想另起炉灶大变法 不可以 朝堂上吵翻了天 卫英 你变更秦法究竟对我老秦人有何好处 变法不成 打腿你就溜走 留下破烂颤子 谁来收拾 赢钱的力挺才震住了场子 孝公打开裹齿时 痛斥 你拥戴要变 不拥戴也要变 秦国变法 不是徐英故事 有人拥戴 秦国要变 没人拥戴 秦国还是要变 君臣共同宣誓 要再造秦国 学我国耻 揪揪老秦 共赴国难 拜卫央为左书长 总领国军政 赐木工剑 这时候已经非常明确了 为什么把几个心腹 都降职到左书长府任命了 于是一场翻天覆地 且坚定彻底的大变革 开始了 老甘龙折服在家 谁也不见 孝公要安排魏央 开赴总领国政了 魏央怕我一个外人 总领国政 没人听啊 孝公想得周到 安排警监做他的助手 车鹰领三千甲氏 做护法军 还放话 你放手干吧 有啥事我兜着 左书长 尽管放手变法 朝野任何风浪 我允许良承担 魏央左书长开赴大典上 国军与魏央同城而至 携手而来 孝公昭告于天 魏央昭告于地 开赴虽然里程 甘龙杜志 孟西白等守旧势力 暗暗作梗 难 庶民的老观念形成的惯性 又怎能相信变法 难 且看魏央如何面对 本集完欢迎大家订阅评论